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多少次提干的机会 全被你的坏脾气毁了 我之前还见到你说那位志强的潘三哥 他那么厉害的人 不也没在单位待下去吗 可见在单位 光有勇还不够 得勇 谋 有勇容易冲动 一冲动前程就全没了 没有谋也不要紧 可以跟着聪明人走 白珍珠就很信任夏小兰 因为夏小兰是在把他往好的方向带 他希望自己大哥也信任夏周队长 别浪费周队长给的帮助 你是什么意思啊 珍珠要是说一声不管不顾 白志勇会非常失望 幸好白珍珠没让白志勇失望 他指着外面的一群师兄弟 我管没了 我们就是一群散沙 师兄弟们好多人的生活环境都不太好 我能帮几个人介绍工作 却管不了所有人呢 我是白家的女儿 功夫也不如大哥厉害 师兄们哪能人人扶我 在武馆还开着的时候 柯一雄这样的混混 根本不敢惹我们 我想要把武馆的人重新聚在一起 给大伙找点试作 改善大家的生活环境 也不想让别人再随便踩我们的脸面 大哥 你要不要帮我 白珍珠没把自己当女同志 但外面的人的确是这样看的 他需要白志勇站出来 帮他收拢那些师兄弟 有了李栋梁和葛剑的例子在前 师兄弟们也该看清形势 他还是有能力把师兄弟们安顿好的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东风是柯一雄在喜宴上的嚣张 东风也是白志勇的认可 他大哥以后是要在单位发展的 哪能和柯一雄打打杀杀 这种事交给他来干 白珍珠的眼睛很亮 白志勇一拍桌子 说吧 你想怎么做 我和小兰一起合作久了 一直在向他学习 他经常说 喊打喊杀的时代过去了 做什么都要靠脑子 我带人去和柯一雄的人打一架 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柯一雄不想当混混头子了 他想在蓬城发财 他现在做的生意 我们白家武馆的师兄们 哪样不能做 承包工地先不说 运送剑渣 开采沙场 这些生意不全靠 柯一雄的手下打下的地盘吗 柯一雄手下是人多是众 可白家武馆的人贵精不贵多 学得再差的师兄弟 一个都能打好几个 像李栋梁和葛剑那样学艺精的 只要不动用枪械 等闲成年男人都打不过他们 现在也没多少人学真功夫了 白珍珠要是带着一群 能打的师兄弟们去旁城 有信心和柯一雄抢地盘 柯一雄欺人太甚 白珍珠忍对方太久了 不仅抢地盘 还给了师兄弟们生物 别人上学和学技术的时候 这些人在练武 人家能进场进单位 如今这些师兄弟 可不就要打零工吗 改革开放要是没来 大家都没啥钱 可这不是改革开放来了吗 有的头脑灵活 胆子大的 已经在致富 将来白家武馆的人 却越混越差 受不了那差异 白珍珠怕有人往邪路上走 他带人和柯一雄抢生意 也不算伟光正的路子 却好歹能看着点师兄弟们 白志勇没想到 他妹子还有这种志向 白珍珠一讲 他听得也仔细 要换了其他人 说不定要骂白珍珠异想天开 还担心白珍珠嫁不出去 白志勇根本没这个顾虑 他妹子能赚钱能打架 为什么嫁不出去 等想结婚的时候 像他那般去相相亲 自然有人会帮忙介绍 实在不行 还能看看 哪位年纪大的师兄家 有没有年龄相仿的后生 抓一个来娶他妹子也成了 白志勇拍拍妹子的肩膀 走 哥抱你 他和白珍珠 一起走到 没离开的师兄弟面前 这些人都是和白家 特别亲近的 李东良和葛剑 已经有了去处自不说 其他人大部分都过得不算好 白志勇拱手 今天谢谢各位师兄赏光 柯一雄挑衅 我知道大家都义愤填膺 现在珍珠提出了这个想法 各位师兄弟 愿不愿意听一下 白志勇三言两语 把白珍珠的话转述 众人都愣了 重聚白家武馆的人 一起去鹏城做生意 收拾柯一雄 这件事要是白志勇提出来 那天经地义 没想到居然是白珍珠提出来的 白珍珠静静站在那里 和他大哥比体格 不算魁梧 但常做男装打扮 举手投足都不扭拈 也就只有说话时 声音还有几分女气 他要是不开口啊 谁把他当女同志 有师兄忍不住问 珍珠师妹 听说你在鹏城生意做得不错 你真的想好了 难得要我一个人享福 看着师兄弟们的日子 过得苦哈哈的 我想好了 有钱咱们一起赚 不说将来是不是 个个都发大财 当个万元户还是不难的 李栋梁和葛剑 早就成万元户了 白珍珠宁愿把利润看薄一点 也要把白家武馆的人 重聚在一起 李栋梁和葛剑 现在的情况 师兄弟之间也多有听说 此时终于有人忍不住附和 既然志勇发话了 师妹就代表了白家的牌子 师妹说干什么 我们都听吩咐 有人率先打破沉默 别人也没迟疑太久 一盘散沙总被人欺负 以前的风光都没有了 跟着小师妹试试 没准是一条新的出路 白珍珠露充满意的笑容 她也没想到 自己还有机会把白家武馆的牌子 给拾起来 小兰说的没错 人要自己有本事 才能照顾身边的人 以前那种把水果摊 让给师弟的举动 是有意气 却不够聪明 柯一雄绝对想不到 她要踩着白家的脸皮 刷存在感 却给了白珍珠 重振白家的契机 瞧不起女人 女人也能继承家业 女人还能将祖上的家业 改头换面 发扬光大呢 柯一雄也是自己作死 生生给自己 搞出个竞争对手 白珍珠用过上好日子的目标 聚集帮手 其中有个口号就是 扬眉吐气 不受人欺负 这必然要把柯一雄 当成打击对象 第一步 和柯一雄抢生意 柯一雄做什么 他就带人做什么 不就是运输堆吗 柯一雄能做 自己也能做 买不起运输车 他也不一定要买 花钱租行不行 买旧车行不行 总有很多替代的办法 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啊